第二种思潮 这种思潮有其形形色色的理由 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种 对于这六种理由 只要我们认真分析 就会发现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 第一种理由 认为当代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 因而不是社会主义 这种错误看法 是由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造成的 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将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将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捍卫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 不如说是束缚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第二种理由 认为当代中国存在着腐败 特权 剥削 黄赌毒等社会仇恶现象 因而不是社会主义 这种错误看法是由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理解造成的 任何社会都不是一尘不染的象牙塔 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 况且当代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阶段 社会文明的程度还有待提高 在当前时期出现此类社会除恶现象再次难免 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与真实形态相混淆 当然我们应该设法治理和减少此类除恶现象 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第三种理由 认为当代中国没有达到共同富裕 因而不是社会主义 形成这种错误看法的原因 是没有正确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级非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此论断可以明显开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而非短信目标 达到这个最终目标 需要一个较为漫差的历史过程 目前我们已经走出了共同贫穷 这本身就是达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我们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解决输入差距问题 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四种理由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同于马克思 恩克斯等经典作家笔下的社会主义 因而不是社会主义 这种错误看法是本本主义导致的 社会主义有其理论形态和现实形态 现实形态可能基本等同 大致等同 也可能大不等同理论形态 当现实形态与理论形态出现差异时 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 理论偏离现实这种情况 而不是反思现实偏离理论这种情况 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这些原则不是必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 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 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 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 才是正确的 如果以经典作家笔下的理论形态为依据 那么比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恐怕都算不上社会主义 更不用说与苏联模式相差甚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 以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来审判其现实形态 这实际上是一种正人美丽式的迂腐行为 应该杜绝之 第五种理由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意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 因而不是社会主义 这种错误看法是将经典社会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 这种认识误区造成的 现实的社会主义具有多种形态 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 社会主义基本上都存在着经典形态与改革形态 前者如斯大雷模式表现为 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加暗牢分配加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 后者是对前者的改革 经典形态与改革形态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存在形态 不可相互否定 我们固然不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辅定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性质 同时我们也不能以毛泽东时代来辅定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以毛泽东时代为标准来评判改革时期 这实际上是一种客舟求见式的形而上学做法 应该斗角之 第六种理由是认为当前中国的资本家越来越多 劳资关系在社会关系中越来越重要 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 因此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这种看法是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本质 因而是错误的 资本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很大是事实 但是资本依然处于公共权利和国家